吉安湘公所感谢各校老师担刚起孕育国家栋梁的重要教育工作 今年9月28号将在五谷宫举行祭孔大典还有教师节表扬活动 而这个星期呢,香港游淑珍特别邀请到今年度有26位的优良教师共同合影 要为老师留下专属的纪念 吉安湘今年度有26位优良教师获奖 为了感谢老师的辛劳,吉安湘公所特别规划了教师节表扬活动 并且邀请获奖老师背上彩带抱着花束和乡长游淑珍合影 要为老师们制作专属的纪念相片 9月28日教师节,欢迎大家来到吉安的五谷宫 要来进行我们至圣先知孔子的一个祭典以外 更要带来吉安湘教师节的表扬 以及要来颁证单纲我们吉安湘代表花莲县出赛全国赛的宇文竞赛的孩子们 我们希望多元的学习感恩的一个教育 跟所有幸福的分享能够连结在吉安 今年有26位的优良模范的老师、司机 还有我们的工作人员 总共26位来自于国中小以外 更有私立高中还有我们的起志学校 我们相信每一个人的爱都是非常珍贵的 希望透过这个感恩的928来敬献给 默默为我们孩子付出奉献的每一位人 9月28号上午10点钟 吉安湘公所将在北花莲唯一 敬奉至圣先师孔子的五谷宫 举办祭孔大典及教师节表扬活动 敬谢师恩之外 也希望可以让学生感受老师的辛劳 进而培养尊师重道 饮水思源的重要精神 介入会吉安湘报道